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0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新闻来看到封冰箱原住民族山海剧场 即加路兰广场 由花莲县政府和部落携手 深入融合了封冰箱环境特色和部落文化 现场许正卫19号是特别南下 关心工程进度 确保工程进度顺利安全 而且也为台湾东海岸 打造部落产业自主互助的示范基地 封冰箱原住民族山海剧场 即加路兰广场 由花莲县政府与部落携手 深入融合封冰箱环境特色与部落文化 现场许正卫19号特别南下 关心工程的状况 确保工程进度顺利安全 为台湾东海岸打造部落产业 自主互助的示范基地 整个进度工程进度都是超前的 原来的工进是到明年的114年完成 那现在应该会在今年113年 三四月一体工程的部分会完成 第一级工程进度超前 感谢工程相关单位努力 针对周遭连外道路 县府研议 踩人车分流并且启动初步的评估 接续与相关单位进行后续讨论 来改善台11线拥赛路况 也在讨论未来对外的连外的动线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做人车的分流 还有整个东海岸的景区的整个 全盘性的规划 那这部分花年县政府也会先启动 一个稍微初步的评估 那再跟相关单位来一起来共同讨论 县府指出第一级工程在111年的 5月25号开工 预计113年底完工 第二级工程经费总共1亿8500万元 今年2月也核定通过 预计是做室内装修 积电周边环境 人才培育以及辅导营运等等的工作 施工期间造成不变 也请民众见谅 记者高双双风冰箱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